2011年1月22號 澳洲水患池源 接連洪水侵襲澳洲昆士蘭州 超過四分之三面積 被宣布為災區 20萬以上居民受災 聚工在布里斯本的達拉區 古德納區展開兩場發放 因為第一次這樣子 我們就很擔心說 三民不知道這個訊息 所以中午有一批人還沒有結束 就趕快到下午三點半的這一場 去做家訪 水患災區 此季是第一個 發送限職卡的團體 一張命額500澳幣 另外還有毛毯 生活包 醫療包 過去我們的發放多數都是我們的華人比較多 那現在真的是澳洲人那是很大的不同 那也感動了這邊澳洲的親民 水災發生後 全澳洲磁力志工總動員 從接洽到關懷 發放物資到協助災民清理家園 也讓慈濟更深入澳洲當地 2006年1月22日日本首次自辦街油熱食 大雪紛飛的日本街頭 在慈濟日本峰會裡卻熱情揚溢 使工們忙著烹煮熱食 這是慈濟日本峰會 即1995 1996年與山友會合伴 兼有熱食發放後 首次自辦畫出慈濟在日本慈善的一大步 一百七十位街友在東京新宿區中央公園 享用志工親手製作的素食餐點 隨事後遭到管理局人員支持 一度帶給志工極大挫敗感 但越挫越勇 在2006年的1月那時候 那一天剛好下了大雪 我們哈佛羅第一次坐 竟然是下了大雪 是要告訴我們什麼 想起了善人的話 在善人在那麼艱難的水域裡面 它能夠走過來 那一場雪就可以考驗我們的愛心 柔軟的宗教力量跨越繁離 如今此季日本堅有熱食供應 已經成為當地堅有和弱勢 熟悉的暖心滋味 2002年1月22號 彰化禁思堂啟用 從1998年籌備施工 到正式啟用 歷時三年多 彰化禁思堂約有4000多坪 由當地志工出錢出力打造 彰化禁思堂 Chris lett Nagar 正式啟用 極致上神開啟用 正式啟用 正式啟用 especialmente 一磚一瓦結合當地文化特色 設立二十多年來 不僅是慈濟之功 匯聚之處 如今更成彰化地區 推展慈善 教育 人文重要據點 持續在當地發揮極大影響力 不僅僅僅僅僅僅